日本辅导县双越郡的川内村议长杜边一夫 率领包括了议员在内的12人代表团 来到了花莲施工所 和花莲施工所就地震防灾措施展开了意见的交流 他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回日本 提升自身的灾难应对能力 而议长杜边一夫也在会中代表 捐赠了10万元日币的善款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户来加速重建的工作 日本辅导县双叶俊川内村村议会议长杜边一夫 副议长高野正义 率领包括议员在内的12人代表团 抵达花莲施工所 并就地震防灾措施展开意见交流 议长杜边一夫指出 辅导曾经历经过2011年311 日本大地震 对灾后的附件挑战感同身受 他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能将花莲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回日本 上次的零四离山的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听说花莲市建国 花莲市建国都是很快处理很多避难的地方 等等我们也是有地震的经验 对这次我们很感谢 非常我们一起努力 会中花莲市公所也从地震发生当时 所做的应变流程进行简报 让日本代表团更能清楚了解 花莲市公所面对地震灾害时 所做的相关措施 会议中我们也说到 我们这次零四零三的一个地震 零四二三的一个地震 那整体的一个安置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也希望说 双边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交流 那在明年 议长也这边特别邀请我们 去日本做一个防灾的一个交流会 那也希望说能够在交流 跟预防的这个部分 能够学习到很多 也希望将地震的这个知识 传给我们所有广大的市民 另外议长渡边医夫也在会中 代表捐赠十万元日币 希望这笔善款能够帮助 受宅住户加速重建 花莲市长魏佳燕则表示 感谢各界的关心 还有日本友人热心捐款 而这一次与川内村议会的交流 分享彼此防灾经验 未来也希望双方有更紧密的交流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